大家好,欢迎来到桃子红木工艺 这期视频主要跟粉丝讲一讲如何来保养我们的红木家具 防止它的开裂 如果你是别人,别的做红木家具的粉丝 那么请你在观看的时候合理评论 看可以,但是请你不要乱说 因为我的视频主要还是讲解给我的粉丝听的 如果你是别的红木厂粉丝 那么你应该去请教他来教你,而不是我 现在合伙人正在给这个缅甸花礼物的方桌上纳 别的家具厂只会做广告,只会做宣传 那么干货之时你就跑到我这里来 这好像不太厚道啊 首先你需要一桶蜂蜡 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 避免有做广告的嫌疑 这种蜂蜡呢 它是食蜡与蜜蜂 工蜂的分泌物所制成 不可食用 当然 有一个做家具的小女,她说可以吃,而且她还吃了,她不怕中毒,那么是她的事啊 那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种东西是不能吃的,如果吃出问题来的话 那后果自负 这几样东西都齐了以后,把那个棉纱放进桶里,沾上棉纱 就像合伙人这样操作 用沾过风蜡的棉纱 在家具的表面 就像擦皮鞋一样 然后重复的 来回的 把这个蜡上到上面,擦到上面 当然 角落,底部 整套的 地方都要打到 当风蜡打完以后 等待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后 再用我们之前准备的 干棉纱 把它给擦干 然后我们打蜡就算完成了 后期啊 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个保养的问题 今天因为这个北京粉丝 要给他做保养,搞卫生,准备发货了 这个北京的这位木友呢 他也是看了我视频啊 这个红木知识有所提升 然后选择了这套户 这个他也是 非常明智的选择吧 价位也不贵 你勤快一点给家具保养上蜡的话 他有另外的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他的表面更加的光亮 第二如果说缝隙里面或者是表面有点灰尘的话 那么上上蜡以后 它就干净了 有一个清洁家具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打蜡完成后的效果 学习红木知识 提高食物能力 大家千万别忘了点赞转发 关注我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